国民党5号是进行了中常委的投票作业 结果也出炉了 由基层实力深厚而且对战民进党能力坚强的立委傅昆奇 以1234票荣获全国第一高票当选 也创下了国民党近四届中常委选举以来最高的得票记录 国民党5号举行党内第21届第一次中常选举投票结果出炉 由基层实力胸后对战民进党能力坚强的立委傅昆奇 以1234票荣获第一高票当选 创下国民党近四届中常委选举以来最高的得票记录 正常人士表示立委傅昆奇拿下最高票 并且在全国各县市得票率相当的高 并且开启中生代的接班 在国民党最衰落的时期立委傅昆奇闯防国民党 长期在基层掌旗蓝军立抗民进党 正是能够高票当选 印证中常委开启的中生代的接班 另外深耕全台基层 立委傅昆奇常年走遍全台基层 深知地方迷了败动 对国民党基层有深入的了解以及接触 能够拿到低高票印证充沛人脉以及能力 早已获得来自基层的肯定 在论事与其赞助能力 立委傅昆奇从政以来 由担任三件立委 承认国防委员会总招 全院联席会代理主席 两届县长在回论到立委 容输能力和执行能力强 对战民进党既不卫战也不聚战 并且提升国民党战斗力 傅昆奇来自基层 对人民对他的支持也懂得感恩 更加熟悉全台基层的脉动 在推动辅选九合一的选举 有助于提升国民党全台基层的战斗力量 对傅昆奇表示 此时刻衷心感谢来自各基层伙伴的托付 肩上扛下这些重大的责任 并愿意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共同地面对 承担台湾的未来 国民党一定会团结 对阿伯的民进党并且赢得胜利 20年来傅昆奇从未分享过国民党执政的果实 以及党成的协助 一路来都是一直支持政兰 他也熟悉全国各县市 知道如何跟民进党评选战 如何帮助国民党赢得胜利 国民党今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选战 他到南部地区深刻感受到基层的热情 以及对受付高选的渴望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